7月28日 藍橋學校暑期班畢業會演 在舊金山中國城該校禮堂舉行 學校校長琦琦與暑期班中委老師及學生 在學校熱情迎接前來的 學校校董會各位領導和嘉賓、家長們 並引領大家進入學生作品展覽室 欣賞學生們在暑期班上學習的成果 畢業會演由馬欣慈、休營洋共同主持 會演在中美兩國各個個性中拉開圍幕 南海福音堂總理、藍橋學校校董會主席 陸潮基致詞時稱 培養團體合作、堅持不放棄的精神 同學們學到了在英文學校內捨不得的 中華文化、歷史及時同學們的點睛參加 學習場景的提高 普通比賽的生活、健康上的精神 給大家留下信課的印象 也給各位同學們自己留下了美好欄欄的規矩 百年南圈學習的習慣 幫他很有特時 與教育趣、與教育樂 在環節中學到即使 在德志體、腦、美腦之各方面 有志地結合起來 實際上會生征長指示和採抗 討厭了信擦 讓孩子們擴散到綠派 健康、一致的暑假 三育總會館主席楊國興 一手藍穴名校玉徒妮 喬員學子冠中西 適逢典禮遇春風 抵禮前行新徵程 激勵學生們 在學習的徵程上 繼續努力 並對南海福音堂 和南橋學校校董會 各位領導成員的 無私奉獻 致以衷心感謝和敬佩 南橋學校校監 郭瑞寧支持時表示 在老師的積極教導和用心 去輔導你們各位的同學之下 相信我們南橋學校 已經播放了很多叫做文化的種子 在你們不久的將來 相信你們會成為一位 相與教育的精英 我在這裡 很感謝你們用心 去在暑期班學習 以及謝謝校長 各位老師及家長的支持 才能夠將我們的暑期班 辦得成功 學校校長琪琪 向勇於接受挑戰 樂於拼搏進取的同學 表示熱烈祝賀 她表示 為期七週的2023年南橋學校 暑期班即將畫上一個圓滿的句號 七週的暑期班 帶給同學們的不僅是快樂 還讓同學們開闊眼界 增長知識 了解中國傳統文化知識 通過學習中文 英文 數學 書法 手工勞作 歌舞 體育運動等課程 全面提高了同學們的中和數字 強身健體更拓展了文化知識 通過開展 包粽子 包湯圓 等 中國傳統文化 做燈籠 編中國節 等系列的活動 讓同學們感受到了中華傳統文化的魅力 從而提高對中文學習的興趣 我們還進行了防地震、防火、演習 增強同學們的安全意識 在這裡我還要特別地感激我們的家長 你們對孩子的關心與支持 才使學校的教育能更加順利 更有效地開展 與此同時 琪琪校長還特別感謝 為今年暑期班密密付出的義工們 因為他們的無私付出和精心指導 才有今日同學們豐富精彩的匯報演出 就此 琪琪校長 向每位義工老師頒發了總統義工獎 暑期班的同學們 在指導老師的引領下 通過歌舞等表演方式 將古今中華傳統文化和地方習俗 就如 詩模、茶藝、書法、中國功夫 現代舞、廣東飲食文化等 呈現在各位領導、家長和嘉賓的面前 廣東飲食文化、廣東飲食文化、廣東飲食文化和人類